阿富汗经历数十年战乱 迄今仍有数百万难民流落在多个国家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实际三号人物 哈卡尼网络的主要负责人 代理难民部长哈卡勒 哈利勒哈卡尼 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 阿塔新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关政策 将会努力让流离失所的阿富汗难民重返家园 历经持续40年的战乱 致使数百万阿富汗人沦为难民 并流落到邻国等其他国家 仅在巴基斯坦 目前就有超过300万阿富汗难民 在那里生存和增长 塔利班政府实际三号人物 哈卡尼网络主要负责人 现任难民部长的哈利勒哈卡尼 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就表示 目前阿塔政府正制定相关政策 将通过与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社会合作 努力让那些流离失所的阿富汗难民重返家园 对于战争 对于战争 有那么多艺术 他是除了 在两个地方 对于战争 阿富汗 现在 是 本有两个人 SomeAe,阿民。 Aman Tahim and Samida Contour making a program on that we need to do the whole rights of our legal justice to make a first step. I was really happy that we should have made a way to make a life I'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 benefits and service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阿富汗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 此前塔利班与前政府军之间爆发的战争 导致阿富汗国内目前出现了大批新的难民 这些难民为了躲避战争而流落到首都喀布尔等城市和地区 当前急需国际社会的援助 哈利勒哈卡尼表示 希望国际社会包括国际NGO能向这些难民提供援助和过动物资 以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 而塔利班政府则将帮助这些难民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 阿富汗国际社会发生了大批新的难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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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不然学习有担你到现在镇 Barn 为了找他hobinary 阿富汗国际社会发生了大批新的难民 阿富汗国际社会发生了大批新的难民 阿富汗 liar 阿富汗国际世ani 下去 Lets run the hands of our state 阿富汗国际社会发生了大批新的难民 阿富汗习里偷来 阿富汗国际社会发生了大批新的难民 阿富汗国际社会他的抹ança 凤凰卫视特派阿富汗记者张听风 喀布尔采访报道